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揭开了宇宙之谜,点醒了无数人。 在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,都曾有过这样的疑问,我是从哪里来的? 后母总之会用调侃的说法回应我。 到了大一点,学习生物知识之后,我们才渐渐懂得了人的来源。 其实这个问题不光困扰着小时候的我们,在遥远的古代,人类就追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。 人是从哪里来的?宇宙是从哪里来的? 在那个科学条件不发达的年代,有人却探索出了答案。 这个发现了宇宙终极奥秘的人,就是老子。 翻阅他所留下的道德经,便可以知道,老子已经阐述了宇宙的起源。 在老子的观点里,宇宙原本是一个混动无边际,浑然天成,无据像话的存在。 他早在天和地出现之前,就已经诞生了。 一直遵循着特定的法则,不停息地运动着,最终成了世间万物的起源。 因为他的不具像话,所以只能用道来称呼他。 这一看似玄妙的说法,其实蕴含了很多哲学道理。 其中蕴藏的道理是与言所不能传达的,只有通过悟道,通过自己的智慧,才能达到道的境界。 虽然这些哲学的问题,对于一般人来说较难理解,但是我们通过古人遗留下的种种解读,替然总结出了道的三层含义。 那便是主宰意义的道,规律意义的道,以及境界意义的道。 主宰意义的道,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万物存在的道,将它运用在治国安邦上,则体现了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而至,以及小国广民的理由。 所谓无为而至,不是说统治者不应该有所作为,而是应该立足于人民,顺应民意治理国家。 统治者无为,便可以减少社会的不公与矛盾,这样也可以达到小国寡民的状态。 小国寡民的社会是指风银淳苦,爱兴无欲无穷,社会一片安定的理想社会。 规律意义的道,则是指人与世间万物发展需要遵循的准则。 宇宙、地球、人类、自然都有各自存在的客观规律,发展则是在遵循这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。 就拿于我们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来说,违背自然的规律势必会阻碍自然的发展。 人类自身也是如此,所以尊重自然,也是尊重人类自己。 境界意义的道,则是指人生修养的目标。 一个人的人生想要到达什么高度,都取决于他境界意义上道的前次。 老子提倡,个人修养也要少思考虑,以及为而不争。 即使告诉我们不要最先于连力之争,要学会知足常务。 一个欲求不满的人,必然会引起与别人的纷争。 假如能够自我消化掉这些虚伏的欲望,那么人生的境界也必然会提升一个层次。 在如今这个奔恒久虑,物欲纵横的时代里,老子所提倡的境界意义的道,显得尤为珍贵。 大多数人穷行一生都在追求物质、名利、金钱,却很少有人能放慢脚步去享受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。 欲望是无子,欲望是无止尽,钱不满,只有学会知足,我们才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。